蝦餃、干蒸、脂肠粉 我们吃完了 老板正在推点心 这种推斜,手工制作 人家是不黏的 这些应该跟鲜头差不多 这些比较肥 我们不敢吃太肥 连鸡也有 最早等到牛肉丸和萝卜 牛肉丸和萝卜应该可以 昨晚没有之前一晚睡得太好 之前在温泉一晚 可能昨天没那么累 而且对着海很吵 这里我们就看出海 我睡的位置一看出海 真是超夸张 昨天晚上从我们吃饭后回来 昨天晚上大概在这个位置 镜头正前方这个位置 就有个卡拉OK 即是大妈、大叔在唱歌 很厉害 叔叔和阿姨其实挺好 至于发音 比不上音乐学院那些 那些是不可能的 我说有你都不相信 非常幸运地 他们唱到十点半就下班 如果不是的话 也挺麻烦 冷气是足够的 床是够舒服的 小张皮始终都和酒店有所区别 酒店的皮也足够 即使是两公伙废一张床 都不觉得阻止我 没有这些 是的 而且那张床其实都挺大 有热水 没错 冷气足够的 基本上就是这样 这里最好的就是看到海 刚好在角落头两边都看到海 现在是早上7点 我们未吃早餐 就准备开车回到公益 应该是镇还是村 应该是镇 很近开平水口的一个地方 在这里开车大概都差不多 需要一个小时 我们去那里喝早茶 那里又是推车仔 不是推车仔 老到很老的茶楼 很老的茶楼 是在潭江的边边来的 出发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我们终于回到台山公益茶楼 喝早茶 现在是早上8点半 据说这个茶楼很出名 是那种很旧式很旧式 旧到那些楼梯级 像80年代那种感觉 如果说昨天 我们喝茶的家 都叫做新派的装修 这裏真是老式 哇 足够吵杂 就是老街坊 附近的村民 在这里喝茶的好地方 上面是吊把风扇 没有冷气的 连顺北都找 但未必能找到 你看看那个旗子 你看看那把风扇 你看看对面那些 没有人住的瓦片屋 还有这种食材 放在桌面 在桌布收拾 原来在这里落单 但有个问题 老婆不懂说台山话 我也是懂三句 不知道怎么办 虾饺 还有那个猪 虾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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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精 脂肠粉 脂肠粉 多一点 脂肠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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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裏 这裏就是 鹿粥 这裏就是 是吧 鹿粥 真是够了 旧色 因为餐饺业需要 明马实价 所以这裏是要有 价目表 排骨 30元 蝦饺 干精10元 排骨 10元 粉 10元 糯米鸡 5元 粥6元 基本上就是这样 好了 我们下单了 今次下单的体验 实在过瘾 原来是有个厨房 跟老板娘说 我要吃什么 然后老板娘拿去精 是这么大跌的 然后老婆不能下单 她说 医港台山话 她叫我去 我又胆粗粗 去到 你知不知道 我听不明白 她说得太长 她说得很短 一句词 我勉强想一想 都可以的 她说 一句那么长 我真是不知道她说什么 基本上就是这样 很新的体验 如果回到信德 还是半个老表 都听得下 有时候有游客 这儿应该是没有游客 有些小朋友是放假 差不多上学那种 而且坐在最外边 这个位置过瘾了 这个位置是最过瘾了 所以在阳台上喝茶 不过已经满座了 可惜旁边是滚粥的 这是鱼粥 然后有些胡椒粉 一早吃粥最好 这个是最快送到来的 海山近海 所以那些鱼粥应该挺好的 还有我们驾车过来 经过一段仔的角度 那段角度 我们看到有很多 那些治疗厂 都是蝦的治疗 又或者鰻鱼肠 就是那些鰻鱼的养殖场 非常之大的 而且因为我们够早 所以 驾车过来的路上 在高速公路 其实并不是太多车 很舒服 刚刚煮起来 试一下 会不会太容易 它当然没有我们早期去到东湖酒家 吃到那些滑的 这是真的 但是 粥底不是很稠的 那种 然后 鱼 就像是 鱼肉 鱼肉 很鲜 很鲜 祝我们吃完 老板正在推荐点心 它真的是这种推车仔 我们下单 然后送上来 这个是虾饺 10元 希望我没有弄错 这个是银针粉 蒸排骨 多少钱 这个是干蒸 应该也是10元 手工制作 人家是不黏的 对吗 他都黏了 不好意思 少少 他塗了油 在上面 虾饺不是要拳头 这么大粒才好吃 这种 这包有没有虾呢 没有虾的 十元一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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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正常的 如果说是有虾 你都不知道虾在哪里 正常的 它是用猪肉馅 像边边这些 没有什么样子 塗油上去 只要你慢慢夹 都不会黏到一粒 就是这样 嗯 这个里面是猪肉 猪肉馅 外面的 应该是凳面 是的 但是里面 纯猪肉 有少量的 韭菜 或者韭黄 应该是葱 应该是葱 还有我们今天 留在台山 帮门 最后一天 所以有些东西吃不完 是没所谓 待会明天就要吃 一看就知道 这个手工点心 对吗 对吗 凳凳 外表不平均 不是很平整 这个是干蒸 嗯 很特别 我干蒸的意思 就是放在碟上 蒸熟它 因为上次我们去到 顺德吃到的 也真的是二谷熊工 上面这些是肉碎 就不像太炒吃那种 整塊肉在裏面有些不刺熟的肉 這個就不是的 吃下去是軟的 有肉香味的 最後試完這個銀針粉 像糖果一樣,好像排子彈一樣 還有甲頭排骨 慢慢吃 銀針粉在廣州就越來越少見了 這裡又吃得到 在廣州茶樓說完全沒有 也未至於 但是用手工拖的 其實是少了 都是拿貨的 誰有空和你手工拖 那些銀針粉很香 還有銀針粉如果大家吃過就知道 爽口的 都是有爽口的 最後試一件排骨 這個肉沒有醃過 這個排骨 只是小時候的排骨的感覺 這種配搭就真的很新鮮 與眾不同 回到台山看到那些食物 海鮮又夠多 點心茶樓又夠特別 夠傳統,夠懷舊 好,我們是吃飽了 最終埋單是 71元 因為我們選了大碟 那些點心 20元一碟 還有粥 粥是10元的 茶樓一蚊雞 是的 不是一人一元 是一元 是一元 茶樓 多少人都是一元 茶樓 是的 接下來下一個環節 我們便會回到開平 其實這裏離開平是很近的 只差一條橋 在這裏駕車過去15分鐘左右 而且是因為要隔一條橋 所以長久一點 因為避免江 江更出名 大家猜一下 就是譚江 過去開平 準備過綱 發現這裏有一個人泰酒廠 致讓猴子和雀酒 各種藥酒色酒 跟著代理天津 醉意永 五加皮玫瑰露 好像一個拍劇集的地方 不過應該不是 就是在這些古舊的路 村裡 至於對面 一步之遙過去 已經是開平 過一條橋 中間不停的地方 入口 中間不停的地方 在這裏面有很多 那裏面有什麼 在這裏面有些 走在這裏面有什麼 在這裏面有什麼 那裏面有什麼 啊 我們便會找到 在這裏面有什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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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